哈喽大家好 我是文物小黄黄 很高兴今天咱们又见面了 咱们今天来看一下我身后 正在改装的一辆 E-V科无中文的版本 这是到时候要改成一个后置所谓的布局 它的一个改装镜框 今天主要看一下它底盘的一个空间 因为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的停格底盘 它是一个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 相对来说很有特色吧 先还是说一下这辆车的一个尺寸 长度5米99 宽度2米 高度2米72 2米72是个鲁车高度 如果您加了比如说车里帐篷 或者是天窗换气扇的话 可能会增加10到20公分的一个高度 这辆车装配的是一个3.07的柴油发动机 目前我们在改装的这一辆车 匹配的是一个6速手动的变速箱 这辆车值得一起的是在原中门 原中门的一个车玻璃的位置 我们将原车玻璃改成了外推窗 到车尾的侧面的这个玻璃 现在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它是个推拉窗 然后到后轮 后轮的后部 外置的推拉倒台 我们从车头再读一看一下 车尾的车底盘上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到上次我拍过一张照片 然后有车就问为什么这里会有这样一个东西 有没有降级原车的一个尼迪间隙 从前面看过去啊 它比后桥一个高度还高一点 它没有减小尼迪间隙 关键的它是一个发动机舱的灭火器 极大的提高了我们一个事故 发生事故之后的一个安全性啊 然后往后面过去 前面的话是一个迈佛逊的悬架 发动机的话就是在这个里面啊 在这个里面的 我们现在沾到了主持机下面啊 再看一下后面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到黑色的 这个黑色的是它的大梁 这是一个非承载式的结构 整个白色的 这上面的就是它的壳前 我们现在顺着这个大梁往前看啊 往前看 可以看到在它发动机舱的下面 都有这个大梁一直延伸到了 车辆的最前方 这样就极大的保证了 这辆车的一个安全性 发动机往后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变速箱的模块 变速箱紧接着往后 就是一个传动轴 盘动轴然后再直接向东面 输出到后桥 进行分配 后部的轮胎是个双胎的结构啊 这样承载性和耐磨性都更强 然后它的刹车方式是一个四能的叠杀 前面也是右边也是 后面的承载方式的话 是我们这个沉重的钢板了 两块特别厚的钢板 也可以选加气囊减震 那个舒适度的话就会高很多 我们再从车尾往前面看 这后面有一个很厚重的保险杠 很厚重的保险杠 然后再往前面看去的话 就是一个备拆的放置位置 下面的挤盘空间 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比如说我们加水箱的话 就可以按照你的要求 进行的加大 然后再往前看过去 这里是加的一个12伏的 空调的 这个是压缩剂 这个是电瓶的模块 然后这边的话 是我们的艾比赫的燃油 就是加热器 然后这个是个过水热的交换器 交换结构 然后再另外一次 这个是一个冷凝器 原车的空调的冷凝器 原车空调的冷凝器 说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我们的油箱呢 油箱去哪呢 油箱的话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位置了 在这个空框的位置 因为我们要为了加装 我们的燃油阻值加热器 我们的燃油阻值加热器 是直接从我们的油箱取油 所以要在油箱上面做一些处理 小黄的感觉就是 这款车你一眼看上去 就特别的刚进有力 特别是几盘上面 它真的切身的为你考虑了 很多安全方面的东西 那么今天小黄对于这辆 无中门的后厨位的一位车 房车几盘的一个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 车友们如果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小黄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私人小黄 小黄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